大家好,欢迎来到阳光故事屋。 今天我要给大家讲的故事,名字叫做《聪明的嫂子》。 春节,有一个小叔子跟哥嫂在一起过日子。 哥哥只知道干活,不当家。 小叔子眼看过了二十七八岁,也没讨上媳妇, 整天闷闷不落的,干活也越来越不卖力了。 少自了解小叔子的心思,可家里穷拿不出分厚的聘金。 再说了,小叔子人长得不尽一半, 更要命的,他还是个天生的秃头。 少自为了混小叔子多干活, 就混他说明天去请媒婆给小叔子提亲。 可日子一天天过去了, 小叔子就是没看见媒婆登过他们家的门, 他不由得又灰心赏气起来, 属性跟嫂子闹起了罢工绝食。 眼看就要过年了, 嫂子心疼小叔子, 好言安慰, 也不起作用。 一连几天, 嫂子都在心思重重中度过。 这天上午, 嫂子拿上家里不多的积蓄, 也没梳妆打扮自己。 穿着家长一厂, 匆匆出了门。 他走到很远的路, 来到一个陌生的县城。 经都方打听, 找到一个泥树高手。 从贴身口袋里, 掏出一张英俊厚身的画像。 请他照样啄泥人。 赶在小年二十六的晚上, 嫂子背上背着一个大宝骨, 从城里回来了。 他分尘婆婆地放下宝骨, 就来到小叔子的床前。 抓起小叔子虚弱的手, 俯下身给小叔子讲了一席话。 小叔子当即精神一振。 扒奇森就去吃饭了。 吃饱饭, 爱话没说, 就到墨房推墨去了。 哥哥这些天愁坏了, 他看见老婆来去分分活活的, 又看见弟弟的情绪。 云山雾罩, 真是障碍和尚, 抹不住头脑。 立他们家几十里开拜的地方, 有一个大镇, 一夜之间街头巷尾, 都被嫂子贴上了雄人启事。 启事上说的是家里人, 正在找父亲离家出手的英俊厚身, 嫂子又趁夜深人静。 把那个花钱买来的英俊厚身疑人树像, 放在了他选择好的地方。 年二十八这天镇上焚大吉, 人头颤动, 有一个王远外在家门前搭起了彩台。 上午他家的王小姐要上彩台抛锈球招亲, 大约十点钟光景。 王小姐在家人的出庸下, 走上了彩台, 王小姐在彩台上久久的巡视, 一直也没有要抛下彩球的举动。 人群在喧嚣声中慢慢静下来, 抬头看得久了, 好多人都累得眼栓流水。 脖筋僵硬, 正向东下来膝脚脚。 就在这时, 人群外面, 有一个妇女披头闪发挥舞着大棒, 朝人们冲来, 人们猝不及防, 势下躲爽。 就见这个女人冲进人群, 对中一个站着的泥树人体, 挥棒打去, 边打边骂, 你这个死孩子, 我可找到你了,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 生起棒露, 杀死一个白面树生模样的泥树人体, 在嫂子的棒身中, 硬生倒地, 看热热的人都哈哈大笑, 大多都笑得前仰后合。 这时, 踩台上的王小姐, 也被眼前的这一幕吸引着, 又听见了丫鬟家丁的禀报, 心头一亮, 冲冲收到彩球, 嫂子在众人的呼啸声中, 闹得无地之翁, 扑倒在地上, 呼天抢地。 一会儿, 有个家丁来到嫂子身旁说, 王院外有请, 嫂子用袖口叉叉就披头闪发, 灰头涂脸的, 跟着家丁来到了王院外, 家的客厅, 王院外老伴找王, 膝下只有一女, 今天女儿上彩楼自己选须, 迟迟不见结果, 正自作在家中忧心忡忡, 呼见女儿下了彩楼朝自己走来, 忙问何故, 女儿说, 爹地不用操心, 女儿有人了, 便如是这般地告诉爹地, 安排家丁, 请来了嫂子, 嫂子见王院外行到礼, 相互让了住, 便告诉王院外, 自己在找福气立家出走的小叔子, 触把你家门前的一人当小叔子, 打碎了, 真不好意思, 王院外听到很高兴, 晚留嫂子, 沐浮, 更易吃饭, 拉家长, 嫂子精明强看, 又落落大方, 给王院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, 嫂子在王院外家住了一宿, 第二天一早, 倒完谢就要回家, 慢, 王院外拉住嫂子, 就说要把自己的女儿, 许配给嫂子做地心, 嫂子假意推托到不行不行, 我们是平民百姓, 小户人家, 那配得上原外家大户亲戚, 再说了我婆婆娘刚去世不满百日, 三年累, 不得哄去, 时间长了, 就怕耽误你家千金, 王院外知道自己女儿, 相中了嫂子口中的弟弟, 一心一意想快点嫁出去, 知道嫂子家中的缘故后, 爽快到按照分手, 就在两天内, 把他们的婚事办了, 岂不是两全其美, 嫂子还想说些什么, 但拗不过王院外的植住, 只好答应, 于是两家操办起来, 第二天晚上, 新娘王小姐, 住在洞房里好久, 也不见新郎来宣盖头, 等到鸡叫投变的时候, 屋里的长明灯也被风刮咪了, 王小姐绝对身上冷热热地, 真想掀开盖头躲起来, 正在她惊恐不定时, 门外传来了脚步声, 脚步声在立塔不远的围杖后面停住了, 两声沉重地叹气过后, 一个蓝声传来, 娘子, 我前身四个同志命, 在亮光里进女社就得死, 说命地说, 只能在鸡叫投变以后远防, 不使海浪流瓢火蜜, 伤缠不保, 事到如今, 我有一心辜负小姐, 割少万步答应, 如果我答应到小姐, 至于我将来变成什么模样, 又控招小姐嫌弃, 现在我身处两难静啊, 王小姐等新郎, 一直等到天快亮, 找一新娇疲惫, 听到这里心想, 沐一沉舟, 伤残也比死了好, 认命吧, 就说事一致死, 我驾鸡随鸡, 驾狗随狗, 从今王后, 呼唱覆水, 我为你命是从, 绝无爱话, 从此爱人, 白头到老, 这真是, 聪明嫂子, 巧安排, 秃头弟弟, 得家人, 漂亮小姐, 嫁丑汉, 感谢嫂子配姻缘, 聪明的嫂子, 这个故事, 阳光就给大家讲完了, 谢谢朋友们的关注和点赞,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, 我们下期再见, 请不吝点赞,